第670集 有一家显得有些破旧的酒吧里传出了劲爆的重低音的声音 罗言就是在这家酒吧里面做事 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大学没毕业就早早地辍学在这里 叶浩轩走进了这家酒吧里 迎面一阵嘈杂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家酒吧并不算小 但里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一眼看剧 酒吧里面满是人头 四处看了一下并没有看到罗言 叶浩轩坐到了吧台前要了一杯啤酒 帅哥 寂寞不 一个打扮得极其入食的女人 坐在了叶浩轩的跟前 她衣着是极其的棒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眼球 寂寞 叶浩轩淡淡淡地回应 她确实寂寞 她正在想办法和京城那边联系 告诉陈若曦他们那群女人 自己很好 让他们不用担心 那我陪陪你好不好 价格便宜公道 女人一边说一边拉着叶浩轩的手 向自己的胸口扶去 好吧 走吧 玄套服务 叶浩轩微微一笑 放下了酒杯 行 帅哥送我来 女人泡了个魅眼 带着叶浩轩走到了酒吧的三岛 这里的房间被泡沫分割成了一个 小尖道 仅能放下一张小床 里面的灯光暗耳 而且还时不时的有压抑的声音 从这些小房间里传出来 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带着叶浩轩来到一间独立的室内 女人就迫不及待地要脱叶浩轩的衣服 先等等 我有些话要问你 叶浩轩制止了她的动作 你什么意思 来这里不脱衣服干什么 老娘的时间很宝贵的 没时间陪着你磨叽 刚才还温柔可人的女人 马上变成了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她神色不善地说 你该不是反悔了吧 如果你反悔了 钱可要正常给的 这场子是飞鸽罩的 我不碰你 只聊天 双倍价钱 OK不 叶浩轩甩出了几张大钞 这几张大钞可是梁伯提前预支给她的 她全部的家当 哎哟 帅哥真是空虚寂寞了 来 姐姐陪你聊聊 女人这才笑容颜开地把那几张大钞收了起来 她坐到了床头上 脱下小背心 露出火爆的身材 有意无意地在叶浩轩的身上蹭着 你想打听什么 说吧 你知道我要打听什么 叶浩轩愣了愣 得了吧 你这种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来玩的 你是找听事情的 不然的话 有哪个男人会花钱不上啊 女人翻了翻白眼道 飞鸽是跟谁混的 叶浩轩问道 红哥 女人回答道 红哥是这一代的老大 港地三大势力 红哥又属于哪个势力的 叶浩轩又问 泰山的 女人又答道 泰山 叶浩轩点点头 只要这地方是不属于 振兴的势力范围 那他在这里就相对安全多了 港地三大地下势力 振兴 泰山 红兴 这几个地下势力是最大的 他们几乎把港地所有地区的地下势力 都握在手里 余下的都是一些小混混组成的 无关紧要的帮派 现在 王振死了 虽然不是自己杀的 但毕竟是在自己手里断气的 所以振兴帮一定 会跟自己 势不良力 如果没错的话 振兴的人现在正满大街的找自己 泰山和振兴的关系怎么样 这两家集团有合作项目吗 叶浩轩又问 现在地下混的都成集团 因为国家严打黑恶势力 所以这些地下势力想生存 也不得不变通 他们其实是介于半黑半白的地步 合作 这两家是死巢 前一段时间还在海湾那里火拼 死巢十几个人呢 女人笑了笑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站起来道 好了 我的话问完了 就这样 完事了 女人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就问这几分钟 这人愣是出了两倍的价格 不然呢 你还真想服务一下 叶浩轩瞥了他一眼 我是做这一行的 拿起来不办事 我心里跪不去啊 你要嫌脏的话 我给你 好 我可从来不给别人这样玩的 女人说 不用了 这一行是吃青春饭的 赚得差不多了就改行算了 你前不久才度过胎吧 医生是不是说 你子宫臂已经很薄 以后恐怕会很难怀孕了 叶浩轩问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吃了一惊 我是医生看出来的 如果你想从量 想找个人安安分分地嫁了 就去那边量我的诊所里 我白天在那里坐诊 我可以帮你恢复到正常 你说真的吗 女人站起来有些激动地说 当然是真的 不过我今天来这里的事情 你不要向别人提起 说多了对你没有好处 你不想惹麻烦的话 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叶浩轩说 我 我懂 女人连忙点点头 她有不少 她清楚像叶浩轩这种 来夜店不找女人的人 一定不简单 话说的多了 恐怕会对自己不利 叶浩轩点点头 她转身走到了楼下 四处转了一圈 依然没有见到罗言 叶浩轩有些疑惑 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按理说她也快下班了 她拿出手机拨通罗言的电话 电话响了几声 对方便急接通 但是一直没有人说话 叶叶 叶浩轩眉头一皱 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一连叫了几声 对方依然没有人说话 而一阵鹤马声 从话筒的另外一端传了过来 叶浩轩心中意紧 罗言是出事来 其实像酒吧这种脏乱的地方 是不适合女孩子待的 她连忙问吧台的服务员 罗言去哪了 随飞哥一起上楼了 服务员擦着杯子向二楼抑制 叶浩轩转身便飞奔上二楼 二楼是一些包厢 里面时不时地传出 喧哗声和喝酒划拳的声音 叶浩轩的神念发出 她快速地在这十几间包厢前行走 突然 她停在一间包厢前 她的感知力已经锁定了 罗言 就在这间包厢里 叶浩轩一拳砸出 把这个并不厚实的木门给砸开了 她举步走了进去 然后顺手掩上了房门 包厢里面有五六个人 罗言赫然在这里面 他双手捂着不整的衣衫 缩在沙发的一角 在他的跟前还有一个五大三粗 脖子上戴着一个拇指粗的金项链的汉子 这下必就是传说中的飞哥了 有个小混混间叶浩轩闯了进来 他不由地大怒 伸手就要向叶浩轩的脑袋上拍去 叶浩轩快速地一拳砸出 然后收回 那名小混混直接被砸飞 脑袋撞到了墙壁上 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室内的人吃了一惊啊 他们呼地围了上来 这才重视起来叶浩轩这个不速之客了起来 兄弟 雷和老弟呀 这是灰哥的场子 雷想来咋场子吗 有个机关头脸色不善地盯着叶浩轩 手里带着一个同志的手盔 他一边摩拳擦掌 一边向叶浩轩走来 我朋友 叶浩轩向惊恐的罗言一直到 让我带他走 这件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呵呵呵呵 你他妈客要客多了吧 一群小混混放声大笑 那名机关头笑了一阵后 恶狠狠地说 你他妈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也敢这么嚣张 会个注意已久的旅人 其实旅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他说着突然一拳向叶浩轩砸来 他手中的分指手盔坚硬无比 这拳砸来足能把人的肋骨砸断 叶浩轩一把将他的拳头抓在手中 他微微一笑 右手轻轻地一握 然后便机松开 他这一把 那机关头的脸瞬间变了个颜色 他捂着自己的右手亮强后退 同时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从他的喉咙里发了出来 鸡哥你怎么了 那群小混混连忙扶住机关头 机关头举起手来 只见他套在手指上的分指手盔 现在已经变得形 他的五根手指被这手盔挤压得几乎不成形了 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呀 这手盔是钢支的坚硬无比 到底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一握 就能把这个金刚给握得变形呢 一直没有说话的飞鸽站了起来 他沉声道 兄弟 李斯拉锅场子里来的 我是红哥手下的大灰 这场子是我造的 厂子是你造的 那就是说你收过保护费了 这场子里任何一个人你都得负责安全是吧 叶好玄淡淡地说 是怎么说呀 飞鸽点点头 可你现在为难我朋友干什么 你他妈的不是收了保护费了吗 与其交给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 还不如把保护费交给狗了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呀 一个小混混 朝着叶好轩比出了中指 叶好轩一耳光抽出 烫 那家伙静止被抽出了好几迷雨 他在空中翻滚了几次 然后倒在地上 一哼也不哼了 飞鸽沉默 他已经看出来了 叶好轩是个狠角色 他们今天带的这几个人根本就不够叶好轩看的 他沉声喝道 你想干什么 向我朋友下跪道歉 赔偿他的精神损失 否则的话 你今天别想走住这个门 我可以赔钱 但是下跪道歉 我做不到 飞鸽脖子一梗道 老子好歹 也是出来混的 什么时候会像一个 啊 快晃手啊 他的硬话还没有说完呢 叶好轩已经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然后用力地一捏 飞鸽感觉到自己的右手像是被铁钳夹入了一般 那种撕心裂肺一般的疼痛 让他痛不欲生 贵不贵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我是台山 你他妈的感觉是台山的人 飞鸽大叫 他的话音未落 叶好轩右手微微地一紧 飞鸽的怒吼马上变成了惨叫 他一边惨叫 一边屈下双膝 不由自主地跪倒在罗岩的跟前 道歉 叶好轩淡淡地说 对不起 爷爷 对不起你啊 我亲手不如 飞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惨叫道 那剩下的几个小混混傻眼了 看飞鸽这样 他们一时间是六神无主 有一个比较泛混的小混混 突然抓起一把椅子 向叶好轩猛地拍来 叶好轩左拳一拳砸出 直接击穿了这个椅子 这拳砸到了这小混混的胸口处 他惨叫一声 身形厚跌出去 砸穿了窗口的玻璃 直接从二楼掉了下去 片刻以后一声沉闷的声音 从楼下响起 同时响起了一阵惊呼声 这几个小混混 彻底地老实了 他们这才发现 双方的战斗力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们退了几步 于叶好轩拉开了距离 生怕他突然给自己 也来这么一下子 这谁也吃不消啊 爷爷 没事吧 叶好轩问 罗岩摇摇头 他的情绪这才稍稍地稳定了下来 他平时虽然大大咧咧的 但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一时间竟然被吓傻了 这孙子你打算怎么处置 叶好轩踢了飞客一脚 罗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怒意 他站起来拿起一个酒瓶 毫不犹豫砸到了飞哥的脑袋上 哗啦 酒瓶碎裂而开 飞哥的脑袋上酒噎四溅 他感觉到眼里一时间飞起了小星星 叶好轩一愣 他原以为罗岩会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没想到这女孩还是个不吃亏的主 他松开了飞哥倒退了一步 王八蛋 罗岩砸了一酒瓶以后感觉不解气 他又拿起了一个酒瓶 再一次砸在飞哥的脑袋上 同时怒道 告诉你 老娘最看不起你这种 动不动去又强的男人 罗岩 雷野后海要不要再这一代过日子呢 飞哥摇摇发懵的脑袋狠狠地说 回答他的是一个啤酒瓶 罗岩把手中的破啤酒瓶一甩 然后狠狠地说 就算我放过你 你会放过我吗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种人渣是什么样的人 那理想怎么样 飞哥现在脑袋上鲜血淋漓 看起来极其可怖 不想怎么样 只是想给你一个教训 罗岩又拿起了一个酒瓶 毫不客气地砸到了他的脑袋上 然后他还觉得不解气 对着室内仅剩的三个混混一直道 你们三个滚过来 这三个混混面面相觑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谁也不敢上前去 开玩笑 这女人现在属于抓狂状态 谁上去肯定挨皮酒瓶 不来是吧 罗岩抓起酒瓶 又砸在了飞哥的脑袋上 过来 你们几个杂水快狗过来啊 吃死药 飞哥大驾 这几个小混混无奈之下 只得老老实实地走过来 跪倒在飞哥的身边 罗岩拿起酒瓶狠狠地在这几个人脑袋上 挨个敲了几个来回 发现了一下心中的怨气 这才狠狠地作罢 只是可怜那几个混混的脑袋 被砸得几乎快不成形了 见闹得差不多了 叶浩轩走上前岛 爷爷 该回去了 罗岩这才狠狠地盯了这几个人一眼 然后跟着叶浩轩离开 今天晚上 谢谢你了 回去的路上 罗岩感激地说 你救了我一命 我现在帮你一次也是应该的 叶浩轩笑了笑说 你是怎么招惹上那混蛋的 我听说这一带的场子 都是他罩着的 我在这里唱歌有一段时间了 他也经常在这种地方混迹 老早他就对我有意思 但他这种出来混的 根本不可靠 我一直拒绝 可没有想到他今天用墙 罗岩说到这里 依然气得浑身发抖 以后换个地方工作吧 这种地方 本来就不适合你们女孩子来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也想换个正经点的工作 可是我学历不高 而且我姑妈还在医院躺着 她是脑萎缩 才四十多岁就痴呆了 我还要供弟弟读书 这种地方 相对而言工资高一点 罗岩说得没错呀 酒吧这种地方虽然底薪不高 但是里面的提成稿 只要你肯拼命地喝酒 客人就会大把大把的钱 给你塞 当然 只要你再放开点 拖得光一点 那钱就更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